关联期间少不了大鱼大肉 尤其明代议员们餐许多 一不小心身材也会走样 而民众浪北市新科议员黄敬寅跟林真宇 利用跑行程的空档 到市议会健身房来练体力 一下座深蹲 一下座棒式锻炼核心 平常没有太多时间运动的两个人 每一回功夫走气喘吁吁 一身运动装黄敬寅游备而来 里面林真宇刚跑完行程 衣服都还来不及换 两人好不容易找到空档相约健身 但才刚开始动起来 只有哀嚎声不断 公布蹲动作看似简单 但全身肌肉都得协调运用 平时工作长低头查看手机回讯息 公布蹲能改善下背疼痛 延伸过劳的脊椎 除了瘦身外也有塑身效果 接着再来相铺蹲 身蹲几下 臀部大腿肌肉瞬间超有感 为了甩肉瘦腿练出翘臀 两人都拼了 没男友之前要先有翘臀 还没休息多久 锻炼核心肌群的棒式训练 才是大魔王 这个很累耶 我觉得这个比刚刚还累 靠着意志力撑下去 不过做完两组基础健身运动 两人直接泪倒在地求饶 很累 平时行程紧凑 尾牙农历新年跑突各式餐训 又很难忌口 其实简单动作就能达到健身效果 一个礼拜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让身体更健康一点 大概一个月才会做一次 开议准备要直询之前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肾上线 标起来准备好 我们就党团大家相约下来 一位楼下就有健身房 为了年后忙碌工作 新科医院得赶快练好 体力才行 接着我们一高级要台报道